小人 你年纪尚小 尚未婚嫁 您说的那两个选择 我一个都不想选 大人 您就念我是初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让他过去吧 心下 这突如其来的撒娇发点表演 也太可爱了怕 整的整个人都鸡皮疙瘩掉一地 差点让威严的陆大人顶不住啊 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生物啊 不是一般的能屈能伸 原来陆阎王让岑福传话做选择 可今夏为了保住他的小命 使尽浑身解数 希望大人除了这两个选择 其他任何惩罚他都接受 原本以为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会有第三个选择 做他的媳妇 没想到陆毅却冷笑 居然不吃这一套 依然罚他去打扫马厩 这下好了 今夏拍马屁排到马厩里了 只见他一边捂着鼻子 打扫马厩 一边叫苦连天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臭哄哄的 霸道总裁爱上我 真香 怎么那些姑娘家的三又发点 对他都没用呢 这我道行太强了 只能说陆大人道行比小补快身多了 这时陆大人好奇地看了媳妇 心想在萧香阁的媳妇 是那么得的温柔美貌 秀丽端庄 这么现在的这个 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 女神和女汉子的对比 也太深刻了 别动 我刚到好的 简直让陆大人 怀疑人生 恍恍惚惚的 难道这就是买家秀 和麦家秀的区别 这一刻陆大人的心态崩了 心动的幻想唾灭 无法想象他们是同一人 太上头了 心中不免鄙夷 我老怎么会受她委屠 百坏门风 惊吓还不知道 自己完美的形象已经破裂 还在自娱自乐 你味道吃得香 估计惊吓的这一面 养她的亲养是最了解的 也觉得没人敢要这么彪悍的媳妇 害怕女儿嫁不出去 于是开始搞事情 把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就等着半夜围堵闺女 惊吓回家看到热乎乎的饭菜 心中微暖 袁大娘直接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惊吓想着拍马屁糊弄过去 不料下一秒 袁大娘示意她后边 那个是给媒婆准备的礼物 那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给女儿相亲了 相亲的对象 是城里的司书一先生家里的三儿子说亲 说人家怎么怎么好 老是芭蕉 又是货真价实的书香门第 可今下压根没想过嫁人 自然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拒绝 我看上他们家老三了 要找她理论理论 袁大娘阻止她 她现在是当了捕快了 那是官家的人了 人家面上是不说 可这方圆百里 谁不知道 她老袁家有个生猛闺女 而且女孩子到了今下这个年龄 那个媒婆上门 都快把那个门槛 都给踩烂了 可今下到好 一个都没有 剑侠却不以为意 还发挥她的货脸皮功夫 忽悠起她娘来了 那书里的夜茶和大虫 那皆是心胸下凡 因为众人所拒 所以上山 当了好汉 一辈子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哎呀别提人生有多痛快了 是美称 谁写的书啊 谁写的 还美称 一听就不正经 反正今下就是不想嫁人 但是父母的想法就是 女儿已经十八岁了 再嫁不出去 就很丢人 今下反抗要嫁 也是嫁给喜欢的人 袁大娘 费心教导他们的观念 什么喜欢不喜欢 那根本不重要 又不是郭家嫁 女人到位一定年龄 就是要嫁人生子 平平安安过日子的 夫妻相敬如宾 这才是最实在的 这催婚时 再太真实了 今下就像个叛逆的孩子 满脸的抗拒 思想还挺前卫的 谁说到了年纪 就一定要嫁人生子 女子就不能有理想和抱负 就不能嫁一个 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吗 那你要去说没 我管不着 反正我是不会嫁过去 袁大娘没办法 只能说出真实想法 她是害怕自己 每一天也一闭 脚一蹬 还有谁能照顾这个女儿 这才是作为母亲的 良苦用心 就是担心 今下以后无依无靠 今下不让娘亲乱说话 她不愿相信 娘亲会离开自己 应该一辈子陪着她 我娘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趁热 赶紧把饭吃了 这一幕真的很温馨 莫名的戳中那点 其实好多父母都是如此 而行千里母担忧 谁料袁大娘还想说什么 袁今下各种打断她的话 早就溜了